另外花莲县信使公益协会成立到现在8年多 关怀社会弱势之外 面对高龄化的社会 也积极串联各项资源 来协助弱势部落社区的老人长者 5号是透过了桃园企业的捐助 协会成员干部特别来参访关怀 瑞瑞乡复兴村的垃圾河干部落文件站 捐赠加菜金和建设经费 也陪伴老人长者上课学习 气氛相当的热络文心 有同自远方来 垃圾河干部落文件站的老人长辈 带动歌舞相见欢 气氛热络 花莲县信使公益协惠民国102年 成立至今 对于社会弱势的关怀 不以余力之外 面对高龄化社会也积极转介各项资源 协助弱势部落的社区长者 而今天在桃园企业的捐助下 协会干部成员也特别来关怀瑞瑟乡复兴村 垃圾河干部落文件站 和老人长辈共学共参同乐 其实我们都是长久以来 我们都是做所谓的医疗补助 急难救助 跟一些相关的物资捐赠跟发放 那在这边的话也是就是说 听说这边有一个新的站 然后我们也很想来看看说 需要我们可以有什么帮助 那也很想认识一下部落的文化 理事长朱宇轩及荣誉董事杨文辉 李瑶贤康丽 又鉴于文件站操创阶段百倍贷心 因此除了捐赠加财金 也捐赠建设经费 协助文件站强化环境安全 一起来关怀社会弱势 友善高龄社会 来自社会公益团体的关怀与支持 垃圾哈干部落社区发展协会 文件站及老人长辈们都万分感激 记者石玉兰瑞水采访报道